哈喽,欢迎你收听Punny聊护理第25集节目 我是主持人Punny 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医学中心 肾脏剂感染内科病房 担任护理师的安周 来和大家分享在内科病房的工作经验 也会在节目中和我们聊一聊 就是这一波COVID-19的疫情 然后照顾病人的经验 如果你想要看本集节目的访纲 或者是医学名词解释 请在网址上面输入 也欢迎追踪Punny聊护理的Instagram 可以及时收到节目的资讯哦 若是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邀请你订阅以及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帮我打新评分留言 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集的节目吧 哈喽安周你好 欢迎你来到Punny聊护理的节目当中 请你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安周 认识于中部的医学中心内科病房 五年的护理师 那一开始也想要就是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想要当护理师呢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以前的梦想很多 然后之前有想过当老师 那因为那时候流浪教师很多 然后我妈就说你当老师会饿死 刚好我表姐考上护理系 她就说 护理系不错 然后我就说 好像这是我没有想过的选项 然后不然就尝试看看 所以就读了护理系这样 那你尝试过后呢 觉得如何 我觉得她其实就是 对日常的生活中帮助其实也很大 她一些照护的知识剧也是一种帮助 还不错 那可以和我们说说 就是你到 你选择到内科病房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吗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选急诊 然后刚好就是被分配到内科病房 那科病房其实她的就是 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杂事 包括像病人的一些要出院的一些 你就要帮她想好说 她家里有没有一些 就后续照护需要的东西 像是抽谈设备 氧气设备那些 你都要照顾着无为不至这样 那像你们的医院呢 是比如说 因为你刚刚说新人的时候 其实是想要到急诊嘛 后来被分配到内科 所以你们医院的规定是 新人没有办法到急重诊吗 也没有耶 因为可能刚好就是 我不知道医院怎么安排的 因为好像也没有特别的 所有这个规定 可是刚好病房有空缺吧 所以其实还是有同梯的到急诊 有有有 那因为你们的病房是属于 肾脏 跟感染科 肾脏内科 然后加感染内科嘛 对 那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你们病房相关的一些 护理照护啊 就是疾病等等嘛 嗯 肾脏科的部分就是一些 席肾病人比较多 或者是一些 密尿到感染啊 然后 任何肾脏的 想得到肾脏的问题啊 都可以收到我们肾脏科病房 那感染科部分呢 可能就是跟一些发烧啊 然后任何感染原因 你想得到都可以收 包括最近的那个新冠肺炎 其实我们病房也有收 新冠肺炎这部分是可以聊聊的吗 可以啊 可以 像新冠肺炎的话 一开始其实很 就是很不明朗嘛 很多政策 其实都很 就是朝夕令改 你可能今天学到新的 整个规定或什么之类 然后你隔一天 你会发现说 你之前学的那些规定 或者是该做的什么 怎么完全都不一样了 就会有点就是 困扰我们这样子 然后加上那时候 防护设备 其实我们都很怕不够 所以其实有时候 我们都很尽量就是节省 但是也是会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 做节省啦 新冠肺炎也有遇过 比较焦虑的病人 就是被隔离 然后就很焦虑 就是说 就是想说想要出来 然后就是脾气会变得很暴躁 我们还要安抚病人的一些情绪 然后照顾他们的一些生活起居这样子 那他们就是以门偷偷care吗 就是也不能有家属吗 我们其实就是会希望有一个家属在里面 那当然那个家属是不可以 要跟他在里面 就是带到他的检验报告出来 可以出来才能一起出来这样子 所以我们连家属的时候里面的一些 就是也会帮他准备好那些便当啊 或者是热水的部分 我们会一起帮他送 所以其实如果病人 就是如果验出来是阴性 那家属也要验吗 不用不用 就是确定 就是验病人 对因为病人如果没有 通常家属应该也几率应该 就应该也没有 对应该不大啦 对 除非有症状 不应该是还好 对啊我那时候都在想说 没想到有一天真的会穿到兔包包装 我也非常的压抑 对啊那个不是到之前 就是比如说品鉴还是什么的时候 然后要练习啊 什么之类的 示范 然后上课才会用到这个东西 对 然后没想到有一天 就完真的会派上游场 穿那个很闷热耶 对超热的 那个一脱下来就整个都是汗 汗流加倍 真的是而且戴那个面罩 你完全看不到病人的van在哪里 完全都照片感觉 去抽鞋跟那个on IC 真的哇超强的 而且手套也不能脱 不行不行 还不能摸血管 你要戴两层哦 真的 希望赶快过啦 赶快过应该就比较好了 不过也有非常就是暖心的病人啊 就是他其实隔离很久 那他是很配合 然后呢在他可以出来的时候 他还特别就是寄就是信给我们就对了 而且他是一个华侨 其实他不太会中文 但他还尽量用他的中文程度去表达 对我们的感谢 就满满的两张A4子 嗯嗯嗯嗯 这样真的蛮感动的耶 嗯嗯嗯嗯 世界上就是要多一点这样暖心的病人 没错 真的 你可以跟我们就是介绍一下 就是你们病房的互病比吗 就是白班小夜大夜 哦我们白班的话大概1比6到7左右 然后小夜1比9到10 大夜的话1比11到12到13哦 嗯1比12到13 所以你们大夜会有三个人 没有没有 我们大夜的话就五个人上 五个人上 对我们病房在65床 哇哦五个人上 嗯嗯 就五个人上大夜好像比较安全感 我们曾经因为大夜病人数少 然后就批人 所以就变成四个人 就觉得瞬间觉得很空虚 像我们大夜都只有两个人 真的假的 对啊那时候两个人 真的忙起来真的是太可怕了 其他病人都顾不到 对啊那如果说有突发状况的话 但很难去handle这一切 像我们之前遇到就是大夜 我啦我自己就遇到大夜CPR 然后就就call那个 就是急救小组人员嘛 哦 然后就是因为负责那一床的护理师 当然主护就要去care 就是CPR那个病人 嗯 然后另外一个护理师 我就要把所有的床树的 morning care做完 不是morning care啊 就是大夜早上要做的 发药啊 哦就等于说他去负责那一床 然后你去帮他其他外围的病人做的事情就对了 对啊就等于全部的都cover这样 天啊这也太可怕了吧 所以你们有五个人上班 其实真的是很幸福啊 真的嗯还不错耶 那请安俊和我们聊一下 就是你刚踏入临床啊 就是你当新人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遇到什么 让你觉得非常困难 然后就很有挑战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都是就是需要经验性来 经验性的问题 像是我以前就是碰过那种 就是air hunger的病人 但是我不太会看什么叫air hunger 我只觉得病人状况不对 然后那时候我是上大夜班 然后我就那时候七点多 我就打电话给那个专科护理师 我只觉得阿嬷 就是可能病人的一些意识不对 我只跟他讲到意识状况 然后刚好那个学业 他们早上都要开会嘛 那他想到意识状况那个没关系 可能可以再看 就是等他开完会再来再来看病人 然后后来白班学业 可能有先去看一下 然后白班学业就就是非常生气 他就说这病人就是air hunger了 你为什么都没有处理 不知道你病人怎么了吗 然后学业就接手处理 然后就叫我站在那边 看他这么做 我当下非常震撼 我就有点愧疚说 我为什么没有把事情处理好 可是那时候是你很新的时候吗 大概才一年多吧 可是你当下你也有去找学姐 就是请学姐帮你看嘛 对不对 只是他们刚好在开会 因为那时候七点多 是找他的那个 就是他们的组织那边 只有可能状况也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也不知道 说他到底就是病人那个状况 我不知道怎么去讲 怎么去判断 所以我觉得我能 依我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能做更好的 可能当下我应该要先请 当班的一些资深的学业 先帮我去看病人 该怎么做初步处理 或者是该怎么去 报这个病人的状况 人家才会知道说 我到底想表达什么 那后来你有怎么样 克服这些事情呢 克服这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 这是经验性的问题 就是能多去 就是你遇到这个状况 你了解你要去记住 就是你 因为病人就是你的老师 你每次遇到的一些状况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经验 你就是不可以说 你经过这次 你就忘记 现在才发生同样的事情 就尽量记取教训 那你在新的时期 有没有就是怎么做 然后让自己对于 临床工作更加上手 就会做一些笔记 像如果你刚进去的话 你就可能就要去记 你病房的任何的常规 然后东西在哪里 不要学叫你拿个东西 你却找不到那个东西 我觉得这最基本的 就是自己的环境 你自己能做 你自己要摸好 然后常规 你自己要去记好 就做笔记 然后回去如果说 你今天遇到病人的状况的话 你可以去翻一下课本 说你今天的病人状况 大概是怎样的问题 然后你能做的护理 大概有什么 就去翻书 那你有没有什么 自己独特做笔记的方法 可以和我们分享呢 我觉得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因为或许我做的笔记 或许对别人来说不适用吧 因为我笔记也没有说特别的厉害啦 就是记自己不熟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是可以拿出来看这样 对对对 然后用不同颜色的笔 是分出不同的重点这样子 你才看得比较清楚 想问一下 就是除了你觉得 一刚开始经验不够 那你就是工作到现在 也五年的时间了 你觉得当然护理师 就是这一份工作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因为你每天的 就是病人的状况 可能都有些不同 就是你每天要应付说 每天不同发生的状况 你要有心理准备 去就是处理这些问题 和那个要够强的心脏 去面对这些事情 因为每天都不同的状况 你要去处理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是蛮大的挑战 每天都好像在破关 对啊 就是每天 如果今天幸运的话 就觉得好像 就是还蛮 蛮peace的 就是很好接 对对对 但如果今天病人 如果你有病人传起来 或者是有一些 任何突发状况 你就要去做 很多很多的处理 就觉得 天啊 今天的班真的够难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大的挑战 我想起来刚刚要说什么 因为不是说 新人时期的时候 就是要记得东西 放在哪里 其实这真的是 蛮重要的 因为 常有的时候啊 学也就是会 跟你讲说 诶去哪个什么 然后可能会突然 就想说 诶忘记了 忘记放在哪里 我以前 我以前当新人的时候 还真的有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不过这时候 能不要紧张 就赶快问一下 求救一下旁边的人 不要真的 什么都不问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找 其实有时候 是那种很紧急的状况啊 因为我这曾经遇过 病人 我们病人在CPI 然后那个实习 虽然是实习生啊 但是他们已经来了 有一阵子了 然后学刚好 请实习生去拿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想说 奇怪 怎么那么久还没有拿来 对 然后我就走出门外 赶快去看他们在干嘛 他们就几个在那边 交头接耳 但是都没有拿到东西 我说 你们东西呢 然后他们就一副 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说 好 我自己去拿 所以他们是在讨论 诶我印象中是在哪里 对可能吧 但是我觉得说 你已经来一个环境 可能有一段时间了 就尽量能记守啦 那如果忘记不知道 我觉得你要马上讲 就是因为大家在急救 我在等你这个东西 对 还有时候真的是蛮重要的东西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那个 peace和就是很忙很忙 那像你们 就是当新人的时候 会很常delay下班吗 我觉得很多东西 是因为你就是不熟悉 然后你很 就是状况 就是很多状况 你没办法掌握 你动作一定会比较慢 可能就是你白班可能会忙到七八点 嗯 才下班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 因为一开始不熟悉啊 对 那你曾经最晚最晚加班多久 可以讲加班吗 就是最晚最晚弄到多久才走 因为那时候新人 然后加上我病人那时候状况很差 on handle这样子 我可能忙到十点多吧 你说是白班吗 从白班忙到十点多 然后小夜曾经忙到五点 五点多 都是新人的状况下 嗯 就跟着小夜跟大夜一起下班这样 对 想说你怎么还没完剧 怎么还在这 对大家都很 很那个 惊讶的看着我 不过应该熟悉之后 应该就还好 应该只是刚开始 然后又刚好遇到比较trouble的状况吧 嗯 我觉得这过渡时期 差不多要半年到一年吧 可能 因为而且新人有新人域 你知道有些新人真的很 真的状况真的很多 真的 新人就是要出去拜拜 对 可是呢 这个好处就是你当你的学姐还在带你的时候 然后你遇到很多的状况 到时候你独立的时候呢 你反而比较 就是比人家学的东西更多 欸真的呢 因为我被带的时候是很屁实 然后就换我自己 换我自己上线之后 我完全就有时候会不知所措 独立超赛 对 我说不知所措 我到底怎么办你知道吗 嗯 对啊 所以 所以有时候真的 有学姐在带你的时候 如果多遇到一点方法是好事 当然是学姐也是不想 对 带他可能赛的新人 我说是很peace的新人 一开始被带的时候 对啊 那想要问一下 就是你担任病房护理师啊 给你带来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就是也 让你想要继续待在临床的原因 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感 因为我觉得其实 因为那颗病房没有像急诊这样子 就是可能一个治疗什么病人 可能恢复的比较快 我很快就出院 那颗病房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些时间 所以可能跟病人的相处吧 有些病人可能就很可爱 可能就是一个谢谢一个 我一下或是看你很忙 就偷偷塞个饼干饮料给你 又会觉得突然就很暖心这样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算是成就感来源 对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不是我想 就是让我想留下病房的原因啊 那你想留在病房的原因是 目前是钱吧 钱 很现实的问题 没错 那可以偷偷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薪资吗 薪资吗 我们白班的话 大概四万 四万多块 四万三 四万五 四万三 就是全部都加起来 包括什么今天啊 白班对对对 对白班差不多是这样子 然后小夜的话大概五万多 大约可以到六万啊 所以你们那个大小夜报班也是十五天吗 对 没错 十五天 那你们N1N2会有加紧吗 会啊 真假啊 好好哦 羡慕 你们没有吗 没有 这不是应该有加紧吗 你们加紧是每个月都加紧吗 对对对 每个月会有额外的钱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加多少吗 其实我也没有很认真记忆耶 反正有就对了 就每个月 有 就是调薪 我知道N3上去好像蛮多的耶 那还不错耶 我知道有些医院有 有些医院没有 真的吗 我以为每个都有耶 没有 我们医院就没有 我们好像要到N4吧 我也不知道耶 反正N1N2我是没拿到啦 不是啊 我有拿到N1N2 只是没有拿到钱 其实我们病房也有一个就是因为感染科 所以我们有一个感染奖金的大概1000块 我们加1000块而已 好酷哦 还有感染奖金 对啊 因为我们有负压隔离病房加那个MDRO也都在我们病房 就是那个这样子loading就会稍微比较重一点 对就是复杂度很高 对我们病房复杂度蛮高的 如果有听众啊 也想到N4N4工作的话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或者是可能是不是先需要准备什么 我觉得在N4N4工作 因为其实我觉得N4N5的那个一些疾病 其实他过去病史其实蛮多的 可能有些 你可能要去思考到每个疾病 就是他的复杂度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去思考 关联性啊 或者是他在做一些护理方面的话 你不可能只看单一的疾病 要去思考到另外的问题 整体评估 对对对 其实内科学习基转啊 真的是相较外科 复杂许多 而且像药物就光 光感染科药物应该就蛮多的吧 就是光药物 他可能又用很多药物 有些就要去整合他的药物 药物跟药物之间的作用 交互作用 其实这也都很重要啦 嗯 而且也都很难 很难 所以有时候医师他们那一端 也会做把关 然后你在 你在给药这一端 其实你多少要去思考这些问题 嗯 病人他们带来那个自卑药 可能有吃超多的 可能慢性病啊 然后什么什么一大堆的 想哭 然后他们有点喜欢分装 真的 多到想哭 而且我觉得内科病房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家庭 背景都不同 可能有些经济环境不好 有时候在内科病房 你要帮他考量到他出院后续照顾的问题 嗯 然后什么社工啊 然后什么长照那些 嗯 你都要帮他思考到很多 帮他去处理那些问题 就是要什么 出院准备计划 准备 对对对对对 你要介入的很多 很有挑战性 真的觉得很复杂 对啊 那请你和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病房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 令你印象很深刻的小故事 像之前遇到一个花生阿公 那个花生阿公就是 他其实很想出院 原本说快要可以出院 结果他突然又在开始解血便 嗯 所以他就觉得心情非常低落 然后我就刚好去安慰他 然后每天都去偷偷看他 跟他聊天 然后他就其实心情又越来越好 然后我每天其实有时候 也会利用就是下班的时间 走去偷瞄他 看他在做什么 然后去逗逗他开心这样子 嗯 然后在有一天就跟我说 他说 啊没有啊 我买可以出院啊 嗯 然后他说他在种花生 他说 记得下去帮他按电梯 然后 因为他不会按电梯 他说记得再帮我按电梯 他说带那个花生给我吃 嗯 然后但是呢 我从来还没有收过阿公的花生 可是我觉得有这份心意 我听了就觉得阿公很可爱 对啊 一个心意 如果你没有到那一科病房工作啊 因为你说你还会想到急诊嘛 那你会不会想到 就是除了护理以外的领域工作呢 其实有在思考过 但是其实护理的选择其实蛮多 像我们病房其实很多会转说 转去那个 携一头西市 嗯 携一头西 嗯 对对 然后我们病房不是还有感染科 也有那个腹药隔离病房 有些会走一些就是 TB个管室啊 或者是感控 感控各管那一室 感控护理师 对 没错 然后我就是肾脏病的卫教师那一些的 就一直团队 肾脏移植团队 就很多路可以走 嗯 好像还蛮多的耶 只是我自己还在摸索 我还在摸索我自己的路 好那你就去都尝试看看呢 都去上课看看 也许你就会找到一个你觉得 诶还不错 思考中思考中 如果你能够和20岁的你对话 就是当时还在就读护理科系 你会想说什么呢 还蛮深闹的问题耶 不要念护理 我觉得我不会后悔自己所选择的 我可能也会鼓励我自己 我说诶你选择非常好 觉得自己很棒 但是我觉得人生中有很多可能性啦 就是因为我没有很勇敢 我会希望说诶 如果想到什么 可以自己可以更勇敢去尝试 不同的可能 当然那时候我选择了护理 我刚才会鼓励自己说 诶你选择的 那就好好去完成它 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嗯 就是好好 其实这份工作其实真的也还不错啦 就像你刚刚分享啦 这样也能够去 就是多元的发展 其实我身边有些人也是去考什么 介入卫教啊 TV各馆啊 气床会教师 糖尿病会教师 其实还蛮多的 就入行馆 对啊 而且这个也是可以帮助 帮助人 就其实也是还蛮不错 而且还可以填饱肚子 没有 这是重点 对也是有钱 然后又可以帮助别人 然后又有专业性 所以其实读护理也是不错的啦 是不错 就至少不会饿死 然后也其实 其实蛮多人会尊重啦 小部分一些不讲理的人 还是会有 真的 就是形形色色的人都会有啦 没错 可是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可能你在护理这个环境中 你会把那些东西放大 可能没有会去 诶别的 可能别的服务业 可能就会遇到这些 二K啦 或什么之类的 只是相对说 诶你在这个环境 你会把这些东西放大啦 嗯 好哦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安啾 来到扑你聊护理的节目当中 和大家分享 就是工作经验 谢谢安啾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你 百忙之中 抽空来收听扑你聊护理广播节目 若是今天的节目有帮助到你 希望你能帮我在iTunes Store上面 给星星评分 订阅我们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我们的节目能够持续下去 再次献上最深的感谢 扑你聊护理 陪你聊聊护理 我们下次见啰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